据说呀这条街就是这个斯格尔摩最美的一条街 但是我完全不清楚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已经累屁了 我从早上到现在已经走了四个小时 个人觉得这条街也就这么回事吧 这个人的这种心情啊 跟这个审美有极大的联系 因为我现在太累了 所以看什么都没有那么美了 而且又累又渴还想撑着手 还挺押韵的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说 这条街确实还是不错的 客观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 只是我从心情来说是不能欣赏它 这是一个混血儿 那女的是个亚洲人 然后丈夫应该是个老外 那两个孩子是混血儿 很有意思 是的 这条街 mate